不管你是路人、警衛、阿貓、阿狗的 只要是他們覺得你在他們旁邊 他們都會想要電一下你 我們來看天秤座 不得不說天秤座絕對也是可以擠進 前三名的爛桃花吸引機啦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厲害的技能 叫做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他們很清楚如何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 所以總能把一幫妹子或者是異性兜得樂開懷 如此一來桃花上門完全是一無反掌 他們唯一擔心的就是只有 他無法決定今天要跟哪一株桃花比較好 這個概念大概跟古代皇帝今晚要失寵 哪一位妃子是一樣的道理咯 他們的三心二意很容易害得他們 自己扼殺了自己的好桃花 畢竟都說這些桃花都來了 那輕易開也輕易卸 誰會有空等著你慢慢去做決定呢 因此對於天秤座來說 好桃花爛桃花 對他們而言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因為往往他們都還沒有決定出來 誰才是他們心中的好桃花 桃花已經受不了他們而先行離去囉 天秤座吸引爛桃花指數 四顆星吸引類型 什麼桃花都吸引 我們來看天蠍座 神秘的天蠍座基本上隨時都自帶發電場 他們很怕別人把他們當空氣 所以不管看到誰 他們都會有意無意的放下電 不管你是路人 警衛 阿媽阿狗的 只要是他們覺得你在他們旁邊 他們都會想要電一下你 這就是他們的心聲 他們喜歡玩心理遊戲 因為對於天蠍座來說 讓別人猜不透的人 才是真正有魅力的人 所以他們很容易電到那些 也喜歡玩危險遊戲的人 畢竟高手過招才更有趣呀 可能你神秘 他比你更神秘 這類人最容易掉入天蠍座的桃花陷阱 至於這是爛桃花還是好桃花呢 說實話天蠍座自己可能也分不清楚哦 因為他們下一步怎麼走 他們自己也還沒有想清楚 隨時都有可能變換心情 好壞桃花隨時變 雖然天蠍座表面上看 很可能拿得起放得下 玩起來好像可以很嗨 也絲毫不會留下多餘的感情 讓別人予所欲求 但是他們骨子裡其實非常喜歡那些 曖昧啊浪漫的感覺 這可能是因為天蠍座私底下 心裡面很容易覺得空虛吧 如果旁邊沒有一個 能夠讓他們心裡面保持新鮮感 保持好奇心的人 他們壓抑的本性 絕對不會讓他們自己好過了 天蠍座最重情也怕受傷 最後感情就淪為幫他們紓壓的工具囉 天蠍座吸引爛桃花指數 三顆星 吸引類型 心機比海深的對象 明天我們還會講另外兩個星座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